大家好 我是什么都吃的吃瓜少女 魏淑芬 酸脚糕 大家知道吧 就是云南的一种 有点像宝糕一样酸酸甜甜的零食 我就想 酸脚糕到底是什么 做的呢 它的饮料 其实是我收了这个东西 而且当地人是直接拿来吃的 这个吃起来会和酸脚糕一样吗 不是很好拆呢 但我强扩正我还 跟我要斗 嘿 怎么得像那个桂圆肝啊 这个其实叫甜脚 没错 就是甜脚加工之后 成为酸脚糕 长在甜脚树上 酸脚糕 酸脚糕 长在甜脚 甜脚 甜脚 甜脚树上 下一看我觉得它特别像花生 还有种同类的叫做酸脚 也就是更酸 我吃不了 所以我买了这个 这个皮其实它有点薄 然后看起来像是那个桂圆皮 但是比桂圆皮稍微要硬一点 然后你看里面这个 有点像枣泥这个果肉 我觉得应该算干果吧 试吃一下 把它剥掉 就吃完就能看到这个根筋 你看 它吃起来像桂圆 然后还有那个籽 那个籽看起来像桂圆籽 然后这个口感有点像豆沙的口感 不怎么酸 但真的也没有枣糕那么甜 口味清淡的 可能会喜欢这种天然的甜味 我觉得吧 就小孩子和老年人应该就很合适 这个拿来拼拼嘴巴 消耗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 热量很低吧 味道又很明显 酸脚糕的话 就不好意思吃 毕竟它又加糖又加胶脂的 总觉得一点都不纯粮 而所有吃不放的零食 都算善良 我决定了 以后就只吃甜椒果腹 受伤不足的心酸 我又吃花上你喂出飞 这就是今天的养生